SUV随着这几年的发展确实已经变成了大家考虑的第一选择 毕竟SUV能在保证像面包车一样装人比较多的同时 还留下像轿车一样的舒适感 所以现在的表现也不让人意外 不仅很多普通人转而选择SUV 就连很多地方的公安都把车转换成了SUV 足以证明它的优秀 没想到公务车这件事却给公安召来了许多非议 但是这却是几个固定的牌子当中选择的 不避讳人家也能想得到一般就是以吉利为首的那几个国产而已 所以当有些地区出现我们不想见到的品牌的时候 就会引起很大的议论 特别是跟我们之间纠缠很多的日系 最近有去4S店的网友看到一辆涂装后的日产涂达 这件事放到网上之后引发了网友强烈的质疑 怎么说也是个常常跟大家面对面的公务部门 怎么能不支持一下自家的品牌呢 这不明摆着对自家的质量有质疑吗 何况SUV有那么多可以选择 为什么非要买跟我们之间遗留问题那么多的日系呢 要真正理解来的话 我们的吉利没有什么地方是完全不如图达的 不过也有些理智一点的人觉得公安用的SUV也是普通人来开 所以选的时候更看重日后的维修或者是耗油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现在的合资确实在这一方面做的更加稳定一点 而且日系用起来也比较便宜也是原因 毕竟能更加节约也是为了大家着想 再说这也可能是上面劈下来的 所以只能照着买没别的办法 跟图达是啥系列在拿铲的也没关系 有可能劈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日本的 大家觉得呢 请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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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就 reported 这些 Futurina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